一梦三层 你们逗我 怎么就不信我逗了你们呢 这事别开玩笑 到底是三百还是二百 真的真的 两百 两百 确实是两百 小小 你看这玄阁 太太在那么大个酒店里边 当总经理 怎么就不能 请我们去吃顿饭 你从来没说过 这事啊 我得替玄阁澄清一下 连玄阁不能把咱往哪带下 人做不了这个主啊 是吗 小小你这说什么话呢 我怎么做不了主啊 吃顿饭我还做不了主 那好 那这样啊 今天中午 这两百块钱 我做东 咱们就到那个酒店去搓一顿 怎么样 改改改改天吧 今天我 怎么了这是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 别难为人玄阁了吗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不行就今天中午 走走走走 小小 对咱今天去 走啊 我请客 好 对我请客 走走走走走 喂 叶鱼 我发大名 喂 喂 你说话 喂 喂 你谁啊 烦死人了 人家还睡觉呢 头疼死了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装了 我还不知道你 你赶快从被窝里给我爬出来 洗洗脸上班 我有急事 好 快点 我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呢 想睡觉都睡不成 走了 走了 灵头别找了 别开正式发票啊 灵头别找了 他要收取得了 听到没有 哎 怎么样 味道还行吧 来来来 喝一下 您喝 您喝 慢吃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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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对不起 他是新来的 多多原谅 多多原谅 算了 慢用啊 你过来一下 这是最后一次了 再有一次 我绝对别人不客气 这月公司扣了一百块钱 啥得注意 听到没有 去吧 杨阳 哎 大伙今儿想干什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宣布主任 郭主任 郭雅仁 您好 您好 你好 古爷爷 弟妹 请请请请啊 欢迎你 老大哥有眼力 你好 弟妹这么漂亮 能干 哎 哎 你呀 别管我叫主任 远了 你就叫我哥 你看见郭主任多会说话 来 坐坐坐坐 老子 让我 也摸摸你那小胖子 讨厌你 坐下 哎 轩哥 那么你就跟大伙乐呵乐呵 我呢 现在给你弄几个菜 下下酒 好吗 慢坐啊 哎 慢坐吧 轩哥 有福气啊 找个好老婆 还上什么班啊 在家捏小酒糊吧 别瞎扯了 哎 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啊 点菜 来 我请大家一杯 我们这个酒店啊 新开业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呢 还请多担担 来 那我干了这杯酒 来 你少喝点 没事 轩哥 那这两位兄弟 就要给你照顾了 放心 吃好喝好 来 嗯 呦 三哥啊 回来啦 累了吧 累了吧 谁啊 你管她 你都干嘛 好 好 好 走 没啥 这是原案的董事长 胡三龙 喝酒吧 喝酒吧 你不知道热刺我 让哥把我想死我了 不想赚钱了吧 不想赚钱 我可回车队了 哎 别别别 你可别回去啊 你要是回去了 我这个圆圆大酒店 就成扁圆大酒店了 静姐好听的说 其实你就是让我帮你赚钱 对不对 三哥对天发誓 只要你在我身边 三哥就是一分钱不赚 我心里也舒坦 讨厌 下面还有客人呢 我走啦 来来来来 臭妞 哎 早点下来 别滚了 早点下来 走 小妖精 哎 哎 你这样借着去 对 对不起先生 您现在结账吗 结什么账 跟我们到这儿来白吃白喝呀 先生可真会开玩笑啊 哎 小姐啊 你才是开玩笑的 你认识她是谁吗 她是你们经理的当家的 你去问问 先生 您快把账结了吧 去 去 把果然言给我叫了 哎 算了算了 晓晓 过来一下 晓晓 这得你过去 算了 我接 多少钱 二百八十二 怎 怎么这个筋结啊 我签个字吧 就算是线条 谢谢啊 谢谢啊 我签一些 不行 就这样 嗯 签 谢谢啊 谢谢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等等等等我来我来我来 我这有 多钱三百是吧 你干嘛 拿他拿去 给你们股员送过去 行行行行行 行行 走吧 站着干嘛 走 这就是自打包了 打成包啊 浪费了 你看 先生我们股经理说了 都家里人赏收您两块钱 哼 我们不缺这两块钱 大总 给你们股经理送你 走吧别戳着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弟妹 麻烦半天啊 谢谢谢谢 下次光临下次光临 好好好 你再欠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啊 签哥 下午还开会呢 走走走走走 现在我叫白吃白喝 你昨晚是不是又打了一夜麻将啊 要不你能吃一上个懒将 是不是 那我干嘛呀 我一个人我又干不了别的 我可不也就消磨消磨世界吗 你你你你 快点快点来 我告诉你说啊 组织上考验警的时候到了 今天下午五点半 在国际大厦 召开乔包乔鼠招待会 主管咱们那个崔副指导也去 你知道啊 这回你大钱神手吧 这就是咱们起草的一个报告 你就让他在这个上面签个字就行 你 你 你说我这样 让不让人动心啊 什么 让不让你动心 动心动心 这个材料你得先看一遍 否则画别问你答不上 我问你动不动心 动心动心 我再多看你 我都要晕过去了 我去吧 那么 真的 天啊 嗯 那 你 说 这 就是 我 我 那 你 我们 是 你 你 乔包小鼠都爱费 乔包小鼠联谊会现在开始 下面请崔汉杰崔副市长上台讲话 欢迎 各位女士朋友先生们 能邀请你们参加这个招待会 我感到十分荣幸 没别的 大家玩好吃好喝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来干杯 好 这位小姐 你叫什么名啊 我这业余是电台的记者 电台记者 以前怎么没见你采访过 我到电台的时间不长 不过我仰望您的时间挺长了 以前呢总想采访您就是没机会 您身边玩这个人也太多了 你看看 这是我的错 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还有手机号码 有什么事 谢谢啊 如果崔副市长 嗯 说实话您可比我想象中的 要有风度的多 是吗 那好 你就坐在我身边 替我好好陪给客人 我哪会喝酒啊 千万别让我喝多了 怎么能叫你一个女孩小妹妹 喝多了呢 我们好 到了 请 谢谢啊 请 崔市长今天可太谢谢您了 给我们电台帮了个大忙 哎 哪里哪里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 小姨啊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就进来找我 他可总得麻烦你 大姨啊 顺便用车把你送回去 我男朋友待会儿来接我们也好了 哦 那也好 改天一定到我那去玩 行 你等着接见我就行了 好 嘿嘿嘿 成龙啊 您两个替我一定召开好行李 放心吧 放心 别浪费 还能用下子 好 快点啊 您走好啊 这边这边这边 来来来 你们两个过来 赵村长下楼啊 啊 我不也送了啊 啊 好再见 哦 你们两位啊也请回吧 人一喝多了 人一多就更晕了 我坐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真的 行 那就好 以后啊 把这儿当成家啊 啊 那就这样 好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请给我护一个八四个三 业余 请她速到圆圆大酒店 就说我喝醉了 好 谢谢啊 喂 她爸 她爸 人员呼你 谁啊 你看看不就完了 叶宇 我喝多了 请你来接我 让我接她去 那你就快去呗 那什么那个 我们部里 不要添一批新设备嘛 需要十五万 我让她找那个主管 我们的市长签个字 这肯定是陪市长喝酒喝多了 所以 什么时候学会向我汇报了 不是汇报 像你这样的男人呢 找你人喜欢 我是理解的 我觉着 这野鱼喜欢你 听你这口气 像我妈似的 人家都说了 女人第一个孩子 是老公 快点吧啊 有一个女人喝多了 我在哪儿 现在最美 好好好 谢谢啊 我来 她什么 她喝多了 我们今天要给她送一杯茶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叶宇啊 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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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叶宇 你闯 好 催着长的亲自可给签了 那我最难成了吧 好好好啊 这回行了 走 我送你回家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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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走啊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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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都喝成这样了 好了 好了 我不是为了你 我能喝成这样吗 我 我不是为了前次 我能喝成这样吗 让我 我不喜欢你 谢谢 我都醉了 好了好了 来来 我都醉了 那走 来 我扶你回去 走走走走 我不要你扶我 走不走我 走 你能陪我 来 来吧 来 我给你 来来 好 来 你站住 带来 带来 站住 来来 我十秒 帮我顺一下 帮我顺一下 谈什么 有什么好谈的 说吧 你跟胡三龙的事 我觉得 什么 你说秦久 我们怎么了 来 你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 你说 你说我跟他搞破鞋 是吗 对这咱以后再说 就是说今天吃饭的事 你知道我兜里没有钱 就二百块钱 你是没钱 你为什么当着我同事的面 一定要这样 你完全有别的方式可以处理 严严说心里话 我觉着你这是有意在侮辱我的人格 你跟我谈人格 就你这穷算项 你跟我谈人格 我告诉你 有钱就有人格 没钱 你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吗 严严 钱对人格是两回事 我受够了 你什么受够 你受够什么了 你没吃没穿了 你没喝了 我跟你说 没有钱就是没有人格 不要说没有人格 连脸都没有了 你 你敢打我 喂 是三哥吗 麻烦你快来一下 他打我 来了 怎么了 不过了 不够 我要跟他离婚 你说严严现在怎么那么喜欢钱呀 我刚才给了他一大紫阳掌 没想到啊 我仙哥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 千万千千年女人都大 我说哥们儿啊 你呀 这大紫阳掌上榜了 要是早上 哪有这么多猫三狗四的事 得啊 过两天 我到上海去学习 你呀 也当一回王老五 体验一下咱哥们儿 都备受煎熬的芝麻 发奖金了同志们啊 上我这儿来领啊 多少钱啊 和原来一样啊 每月五十 痰酸啊 痰酸啊 和人家电视台的新闻不一比 业余 确实是有一些痰酸啊 真没劲 天天谈钱 真酥 谈钱酥什么 谈钱酥吗 钱已经完全脱离原始概念了 你知道吗 钱已经变成个人价值的象征了 诶 诚哥 我不能哪儿 太少了 大明啊 你去呼吁一下 不少啊 可不少 过去在农村干一天活儿 才八分钱 人呢就得知足 真的 真的得知足 你这是想让我们大家跟你一起 一苦思甜呀 请进 好 大明啊 局长 我想跟你谈一谈 有关我们新闻部增加奖金的事 你们新闻部奖金的事 怎么不跟你们台长说说 前几天我不是跟你提过吗 你让我直接来找你 是我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那好 我现在跟你说一说 局长 现在大家都知道 最穷的就是我们电台的记者了 这直接影响大家工作的热情 国外的记者为什么能不能玩命的干呢 甚至连死都不怕 你不得不承认 钱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果他们有谁能采访到有价值的新闻 甚至可以一夜暴富 当然 我们现在还达到不了这种程度 但是也得让我们记者 能达到相应合理的一些报酬 局长 能不能给我们部 一点倾斜政策 不得了 倾斜 你笑什么呢 真有意思 贴上 贴上啊 贴上就贴上了 把钱写 这画的好 这个 谁画的 你说谁啊 不愧是硕士毕业商啊 好 你看 恶狗抢食图 形象 有点意思 这个胡搞嘛 这新闻单位墙上 怎么能乱切东西啊 马上接下来 想他的 好啊 您看这个 这狗 你叫确实吧 谁啊 你呗 这要素呢 等一下 真想谁 这个 贤哥怎么样 有点 有点 剧长 现在新闻部呢 每个月每个人是五十块钱奖金 自从这个节目改版以后啊 工作量大大加强了 这个节目呢 从质量上也有明显的涨进 收听率呢 比去年呢 提高了三倍 这个新闻前后的广告呢 也提高了三倍多 这对于长期处于低谷的电台来说呢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的工作热情也非常高 但仅凭这种热情 你说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局长 现在是市场经济 我觉得应该把钱摆在桌面上 能让大家长时间的保持这种工作热情 就得给我们记者增加点奖金 所以为这事啊 我想提两点请求 一呢 这笔钱能不能从局里和台里直接拨 二 如果第一条不行呢 就在这个新闻前后的广告时间 给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来解决奖金问题 局长 你能不能考虑考虑 你的想法很好啊 我不反对 你写一个报告来 我给你批 那好 谢谢局长啊 您 您看看 这是出自哪位艺术大师之首啊 这要在过去 都不判你们个现行反革命的 你说你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通过上级组织 上级领导向上面反应啊 弄这么一张政治上有问题的东西 你们这是把毛总指向谁啊 别吓唬谁啊 我告诉你 我玄格不吃你这套 玄格 你什么意思 你不吃哪一套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认为啊 玄格同志可以谅解 人玄格同志正在闹离婚呢 三哥 在几楼 先进去再说吧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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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啥呢 你找谁啊 大爷 我找玄格 是这样的 我是玄格的爱人 这前两天啊 我俩吵了一嘴 他这一气之下 就跑到你们单位的宿舍来住了 这都快一个月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我今天来 是要找他谈谈 你找玄格呀 你就是找局长 你得上我那登记去 老同志啊 别给点全不知道怎么用 这一百块钱拿着 这啥意思 我五八年参加革命 你相辅事老干不什么的 你知道这啥地方 这是新闻单位 你敢用这个没用的 我说你 他妈的你 三哥 三哥 不是你 你敢给我这样 我叫警察来 把你根本都收了 我把你个老帮子 三哥 老实点 你不是找玄格吗 好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打个电话 看他有没有时间接待你们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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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咱们还办这事呢 跟他计较什么呀 真是 那这事就这么办啊 好嘞 好 有事咱们再联系 好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局长 这是我们部提高奖金的事 你不让我写个报告吗 办法我写完了 我叫你写的报告 你怎么不找台里呀 你不是让我直接送到你这儿来吗 送我这儿来 我说呢 这事 这水再大也漫不过巧啊 你还是找台里去办 好 嗯 好 暗 programme 词 你找我 我想找你谈一谈 你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吧 那你去我宿舍吧 三哥 那你等等我啊 我很快就回来 你快点别磨叽啊 万一万我 一百万一坚守 MD 李寅台长 李寅台长 对不起啊 招呼有事啊 我想跟你说一说 能不能给新闻部增加加奖金 我觉得优质的节目 应该有得到优惠的报场 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有道理 有道理 不过最近 我在一本这个国家级刊物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 观点呢跟你的太不够 来来来 我找给你看 你不用找了 那个 那小 你这表个态 你说这事行不行 如果要行呢 我给你打个报告 不不不 不用不用 这样 你呢去找李楚 他是主管你们新闻的副台长 你去找他商量 如果这事他同意呢 那我没什么意见 那行 我跟他商量 对不起了 这哪儿叫人呆的地方啊 这都可赶上猪窝了 我喜欢猪 你呀 也就剩个猪窝了 想当年你大学刚毕业 当记者那会儿 多神奇啊 许啊 现在我这样的人不神奇了 你就爱上大款了 听说你那个酒店 越开越红化 你要是有一点点挣钱的门道 咱俩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啊 我喜欢当情剧 这钱的看法 咱们俩不一样 这就是你最大的失败 算了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你呢 就守着你那点清高 过一辈子吧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光灵寒舍 你也知道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呢 这样不死不活的也很长时间了 我跟胡三龙的事你也是知道的 原来没有提出来离婚呢 是因为他老婆闹得紧 不过这一阵子 他一看也没辙了 也就不管我和他的事了 那你算什么 那是哪儿啊 你看看你这人说起话来就是刻薄 我呢 只要有钱 倒不是很在乎名分的 今天我来这儿呢 主要是跟你商量一下 关于咱俩的事 你说怎么办吗 我看现在就离了吧 好吧 这个呢 是离婚协议书 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 你就签个字吧 这个第五条啊 第五条啊 三哥说了 只要你同意离婚 我们是会给你补偿的 至于钱呢 你开个数吧 什么意思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妈 我开个数 他是不是还得还还价啊 他到底爱不爱你 他把你当人还是当商品 你回去告诉你那所谓的三哥 他要是想买你的话 我还不卖你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 财产别一人一把 都给你 把书留给我 行吗 你真的一分钱都不要 不要 那走吧 你是不是心里 还用吗 媛媛 你的后背不好 多做点按摩吧 请进 你什么事啊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就是关于西门部提高奖金的事 这事别找我 我不管 你不是找局长了吗 你还是找他去啊 不是 周局长 让我先找你们商量商量 甭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干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了 还没听说过谁 干点工作 就张口碧狗要钱的 不是 现在是市场经济 我们的观念必须得更新了 谁心里找谁去吧 我说了 这件事啊 我不管 我说了 这件事啊 我说了 你还是要去 找我 我去找你 我想安心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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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你找我 多上点生蒙海鲜 一定要大家吃好 管给我吃 好好 周局长 我还想跟你谈谈 我们不讲经的事 你们看我正忙着你们 你们那点事以后再说 他不是以后再说 你快走 去去去 走走 主长 你现在有时间吗 那好没时间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吧 就是关于新闻部 增加奖金的事 这事现在挺重要的 这你知道 这个节目改版之后 这听众我非常喜欢 市领导也非常关注 是吧 如果因为这件事 把人情搞散了 那这个节目肯定散架了 听众会重新流失 市领导也会不满意的 到时我看你个局长 也会很难受 我不想多说了 这个事怎么办呢 你自己考虑吧 好不好 黄大平 不计是扎几个钱吗 行 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 只要你把节目给我办好 钱的事还不好说吧 我已经和你们台里沟通好了 你把那份报告给我送来吧 我给你签字